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腾岳 第十六集 脚总热脸贴了冷屁股 也不再殷勤搭话 他转过身去发出指令 车夫们呵斥着马匹 把马车倒转过来 车尾对准宅邸入口缓缓倒退 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货站 有一个抬高的卸货平台 这些马车停得非常漂亮 尾门和平台边缘贴得很紧 几乎没有任何空隙 里面的伙计围拢上来 把尾门打开 每一辆车里都摆着十个摆木大桶 底下铺着三指宽的茅槽 他们搭了几块长木板 把木桶一个一个滚下来 角总注意到 这些伙计都是胡人面孔 一个唐人都没有 不过他没留意的是 有几个伙计走到货站入口 把大门给拴上了 百木大桶一个个被卸到平台 曹破岩走到一个木桶前 撬开桶顶筛子 伸进去一把匕首搅动 然后拎起来看看刀刃上的油渍 查过几桶之后 曹破岩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批货没有任何问题 上等品质 包装的也紧 沿途没有任何洒漏 这些可悲的车夫 以为自己运送的是普通货物 却不知道 那是伟大的 确乐或多的魂魄 放下匕首 曹破岩问脚总道 你进城之后 直接来到这儿 那当然 我们绝不会耽搁客人的时间 那么长安城里 是否还有其他人 知道你们抵达 不会 得为客人保密嘛 等跟您交卸完收了尾款 我们才去衙行交差 下一个瞬间 曹破岩把低着油的匕首 直接捅进了脚总的胸口 还转了转手柄 脚总 亮蹭着倒退了几步 扭动脖子 企图往外爬去 他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眼 是其他车夫 惨遭屠戮的血腥景象 这是一次迅速而安静的屠杀 转瞬间就完成了 这些风尘仆仆的车夫 连休息都没顾上 就惨死在马车旁了 整个车队 无一人幸免 喧嚣很快结束 货战再度恢复了平静 这场小小的骚乱 没有惊动任何人 曹破炎吩咐手底下的伙计 把苏记的马车和远马拆开来 涂掉马屁股上的烙印 撤掉好奇 把一切属于苏记的痕迹抹除掉 这时货战外忽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曹破炎眉头一皱 走过去隔着门板上的孔往外看 站在门前的是一个男子 披着一件破旧的杂色斗篷 头上的肤头破旧不堪 露出里面的头巾 三府的普通民众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装束 草原的清俊会奔向何方 曹破炎隔着门板 用突厥画问 公敌所指便是马头所向 来人回答 声音尖细的像个女子 暗号对上 曹破炎拉开门栓 放他进来 来人把斗篷掀开 露出一张枯瘦面孔 还有一个尖销的阴沟鼻 我是龙波 他咧开嘴笑得一脸灿烂 曹破炎眉头一皱 他先前没见过龙波 只知道他来自秋辞 潜伏于长安 包括这个偏僻货站和万全宅 都是他一手安排 事实上 龙波是诱杀贵人找来的 曹破炎对他一无所知 但没想到他居然是个唐人 我需要能证明你身份的信物 曹破炎紧握着匕首 充满警惕 龙波忽然蹲下身子 曹破炎猛然后退了一步 双眼胸光大胜 龙波笑了笑 哟 干嘛已经一炸的 我还能把你给吃了 说着他把左脚的一只 软底厚靴脱下来 咔趴一下 掰开鞋底 从里面掏出一包 黄灯灯的厚纸 为了防潮 这纸被油浸泡过 摸在手里滑腻腻的 曹破炎 小心地展开一看 果然是长安访图 里面标记十分详细 珠坊街角 五侯铺 牌楼 军营 宫械 望塔 桥梁 甚至每一坊的暗渠走向 和巨户府邸都有收录 长安全景一目了然 这份访图 本是西府金银铺私造 然后被狼卫带到 淮源坊仙慈 龙波趁乱取走 既然能拿出仿图 必是龙波本人无疑 曹破炎 捏着仿图一脚 心中百感交集 为了这玩意儿 他足足损失了 十五名精锐部下 如今仿图已到 诱沙贵人的九连环 终于套上了 最后一枚铜扣 为了这张破玩意儿 我可是再也无法地 承安立足 诱沙贵人 可得多加点钱才成 龙波抱怨道 一听这话 曹破炎眉头一皱 静安司找到你了 现在恐怕半个长安城 都在找我 新科状元都没这待遇 龙波居然还有 小小的得意 曹破炎脸上阴云转胜 那你经手的那些宅子 和这个货站 会不会被他们查到 龙波歪了歪脑袋 这些地方 都是我通过不同的衙行 用化名定的 住处也没留下任何凭据 除非他们是神仙 否则不可能发现 哎 还愣着干嘛 快让我进去啊 龙波催促 曹破炎这才抛开 纷乱的思绪 闪身让他进来 然后把门重新关好 龙波进了院子 看到一地的尸体 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他毫不惊讶 反而东张西望 这么说 严州府的货已经送到了 已经顺利入库 该处理的人 也都处理干净了 哎呀 这些车夫太可怜了 真是千里送死啊 龙波一边续到着 一边走到货站平台前 拍了拍 硕大的百木桶 这里装的 就是你们说的 雀乐或多的魂魄呀 那么雀乐或多的肉身呢 曹破炎很不满意他的轻调 勉强回答 竹器铺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等到车队改装完毕 我就把肉身接到这 到时候 就得靠你来完成 最后一步的组装工作 说来讽刺 雀乐或多 代表的是突厥可汗的愤怒 可只有龙波 这个秋辞匠师 才懂得怎么把他们组装起来 龙波夺着步转了几圈 像吟颂歌谣似的 魂魄魄身 合而为一之时 伟大的雀乐或多就会复活 这仿图会指引他毁灭整个长安 说完他自己忍不住扑吃乐的一声 低声嘟囔了一句 你们突厥可汗起的代号可真道 曹破炎嘴角一抽 觉得大汗受到了侮辱 他捏紧匕首 右腿微躯 做出随时可能突击的姿势 决定给这家伙一点教训 龙波朝前走了几步 突然俯身下去 仿佛要闪避他的刺杀 曹破炎身子一晃 肌肉紧绷 几乎以为自己的企图被看破了 好在龙波只是想从地上捡起一样东西 这是一个精致的苗金丝绸小蒜袋 应该是嚼总挣扎时掉落的 蒜袋里摆着十几树 卷成了柱状的薄荷叶 龙波的三角眼放出光亮 拿起一束丢进嘴里 嚼了几下 鼻孔里喷出惬意的哼声 曹破炎悄悄放下匕首 告诫自己暂时不要节外生枝 龙波嘴里不停地搅动着薄荷叶 漆黑的瞳孔里闪出光芒 肉身什么时候晕过来 一刻之内车队出发 半个时辰回来 希望你在两刻时辰之内 完成最后的组装 龙波环顾四周 货站里干活的人有点少啊 马哥他们呢 我只是奉命行事 他们在哪 你去问又杀贵人吧 曹破炎冷笑道 龙波做了个无奈的手势 事不宜迟 把工具和原料都备出来 我要开始组装了 他抖了抖手腕 嘴里一刻不停地嚼着 太平坊位于朱雀街西 第二街最北端 正对着皇城寒光门 距离皇城内的官署非常近 在太平坊西南里的石济寺内 有一间号称京城最庙的净土院 院内塔状林立 竹林间 还有一百零八尊善业尼佛像 可谓禅意盎然 此时在竹林幽深处的 一间窍眼小亭里 两个人并肩而立 一人身着青山白金 是刚离开靖安寺的礼壁 一人却披诸佩子贵气冲天 若有第三人在侧 立刻便能认出来 这个瘦敛贵人 正是当朝太子李亨 两个人平揽远眺 似乎在一同见赏外面的禅邻意境 可口中的话 却和佛礼半点不沾 这么说 真是你逼走贺奸的 李亨的年纪与李弼相仿 脸上忧心忡忡 李弼略攻了一下身 态度却很强硬 正是 正如陈刚才所言 贺奸不走 突厥难除 这件事 陈没做错 李亨指了指头顶探道 贺奸 就是这亭子 有他这党 我等才能从容对弈 你把他拆了 地方倒是足够腾挪 若赶上风雨大作 如之奈何 长元 你这事 办得梦浪 朋友猛虎正待世人 又哪里顾得上风雨 李弼一句就顶了回去 这个态度 让李亨略显尴尬 他几次想沉下脸来训斥一下 可画到嘴边 看了一眼李弼 又生生忍下来 他和李弼之间 早超越了君臣相得 李弼很小 就入东宫陪读 两人这么多年 相处下来 交易深厚 无话不说 可惜李弼才感虽高 却一心向道 对仕途兴趣不大 这次组建靖安司 李亨游睡了好半天 才劝动李弼下山帮他 李弼对李亨讲话 从来不假辞色 李亨知道他的脾气 只好摆摆手 用商量的语气道 哎 让我怎么说你好 去把贺奸请回来吧 不去 没那个时间 李弼沉着脸 现在距离灯会 还有三个时辰不到 突厥人的事尚无眉目 若不是顾虑殿下多心 我本来连净土院都不该来 李亨 作了一声 拍拍他的背 我不会多心 只是 怎么说呢 贺奸是定盘兴 有没有他 靖安司在朝中 在父皇心目中的地位 会大不一样 贺之章在天子心目中 极有地位 当初 李亨请他来做靖安令 就是希望 他能震慑群晓 让李弼安心做事 没料到 这两人居然不合 更没料到 一向谦和清静的李弼 居然逼走了贺之章 他这一走 局面可就不好说了 靖安司是李亨手里最重要的一张牌 万一被政敌抓住把柄 事情可就严重了 他一无后宫庇护 二无外阵呼应 三不甘结交近尘 连这靖安司初见 真正能称为心腹的 都只有李弼一个 你知道 大唐的太子 可从来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李亨苦涩地抱怨 殿下畏惧朝中议论 难道就不畏惧陛下吗 李弼轻轻说了一句 李亨的脸色刷得变了 这 这是什么话 李弼上前一步压低了声音 以陛下财疑心之重 竟能将长安城房交给殿下安置 这是什么道理 李亨登时沉默不语 天子对诸皇子的猜忌 是所供之 前有太子被废 后有三数之祸 李亨做了太子以后 连东宫都不进 这次天子破天荒的 默许太子祖建靖安司 全秉凌驾诸鼠之上 把整个长安交托出去 显然是存了试探之心 这既是试探太子的用心 也是试探太子的能力 这一首李弼看得透彻 贺之章也看得透彻 不过两人的思路却大不相同 贺之章是宁可事情不做好 用心要摆正 李弼则恰好相反 尽量办好事 宁可得罪人 距离政敌发难 也许是三天 但距离突厥人动手 只有三个时辰 所以殿下 你不要搞错重点 若长安无恙 陛下龙颜大悦 殿下的地位 稳如泰山 若是长安保不住 他语气放缓 把神情一收 就没有什么然后了 李亨被这语气吓到了 可还是有些不甘心 贺奸也要捉贼 你也要捉贼 你们难道就不能和中共计 不能 没那个时间 静安司必须另出一家 李弼把扶尘一甩 清冷的语气里多了一分埋怨 沉临俗事 破道心 急急于这些繁聚的术物 难道殿下以为 我是在争权夺利吗 瞎说 我可没这么想过 李亨连忙辩解 李弼没做声 他仰起头来 视线越过亭子的眼角 看向天空 忽然叹了一口气 李亨一阵苦笑 走过去拉住他的胳膊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我不是怀疑 只是这变化有点乱 不得不小心从事 算了算了 贺奸既然已经病退 这事就暂且如此吧 他还想再叮嘱几句 李弼却一拱手 时辰一道 臣必须得返回靖安司了 李亨信心道 那么还需要我做什么 在这三个时辰内 殿下需要坚定地 站在我这边 支持我做的每一个决策 没有质疑和讨论的时间 必须完全按照 臣的规矩来 长元的规矩 是什么 李亨忽然很好奇 不讲任何规矩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